我们来对比两种手相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掌骨险 手指见缝隙 纹路也偏深刻 是偏木形手 木人多思善谋 偏劳碌 做事主动积极 执行能力比较强 右边这个 我们看这个是长色凝润 手指又尖又细 指头尖细 手指比较长 是典型的水形手 水形手也是典型的女人手 从纹路格局来看 这个脑线和生命线粘贴比较长 做事偏谨慎 小心 计划性强 是典型的女人手的一种特点 而左边这个 我们看它脑线跟生命线粘贴就比较少 做事格局比较开阔 放得开手脚 独立能力也比较强 甚至有的时候赶床赶干 我们说穿掌 通常要搭配比较饱满的金星丘 穿掌人的赶床赶干 需要耗费很多精力 那么这个金星丘也是比较饱满 这叫掌丘跟纹路也得配 那么虎口火星丘 我们看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决定线 这个线 是在对于船长来讲 也是非常得配的 关键时刻赶下决定 并且面对困难不退缩 勇于挑战 只是这个事业线稍弱了一些 这个事业线不是很深 虽然长度够但是不是很深比较浅 没有形成一马平川的这种格局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手向当中的这个事业线更是没有 基本上是纹路比较清淺 属于这个吃轻松饭的 在事业方面 钱财方面 多依赖于另外一半 这是典型的女人手 不过她藏财能力很强 掌心 跟一个很低洼 跟一个聚宝盆一样 而四处八卦风浓掌求饱满 这是一个典型的能够存钱首家的一种手向 那么从感情方面看 两者的感情线都有出现导文 看见没有 那么这个也是出现一个大导文 这个导文说明在感情当中 容易犯情伤 遇到烂桃花干扰 甚至出现导文的位置来看 也是可能会干扰到婚姻 这就是从感情方面来讲 是一个这样一个特点 人员方面 左边这个手向略胜一筹 看这个两条太阳线 两条太阳线不受干扰 很少见 那么这个就太阳线基本上是没有了 就人员方面 像这个川长人的这个个性比较洒脱 比较这个直率 为人也比较仗义 好结交朋友 思维更开阔一些 他的人员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那么财运方面 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是能够存钱 能够存存钱 这个聚报盆 存钱首家的一种首相 相反的 这个川长人的这个格局 就稍微开阔一点 所以他这个存钱能力不强 手指见缝隙 这个容易仗义输才 这是川长人的格局 那么看到他这个拇指 还有一个 这个没有封闭完全的这个凤眼纹 这个婚后能够帮夫妄夫 但是呢 这个凤眼纹的开口啊 没有封 没有封权啊 就有开口 所以说这是一个不是很标准的凤眼 所以还需要这个 这个经历过一些实践的磨练 或者养一养啊 才能够去到一个 把这个妄夫的潜质挖掘出来 这是两种首相的对比啊 这就是个妄夫的潜质